经过一个月的遮遮掩掩 美军终于公布核潜艇碰撞事故调查结果 美军声称核潜艇撞上未知海底山脉 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核潜艇当时可能在海底干什么 美军下一步在南海还有什么大动作 一起看分析 对于美国海狼级核潜艇康涅狄狄格号 10月2日在南海发生的碰撞事故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 11月1日发表声明称 调查确定康涅狄格号核潜艇 在印太地区国际水域行动期间 与一座未知的海底山脉相撞 导致核潜艇在水下搁浅 值得注意的是 美军的声明对执行什么任务 是否造成核泄漏等问题 仍未给出明确的解释 另外 此次第七舰队公布的声明 并没有将核潜艇事故发生地点 描述为南海 而是印太国际水域 这表明美军企图将舆论关切 引离南海海域 降低核潜艇撞击事故的敏感度 据美媒报道 调查结果目前已移交给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司令托马斯进行审查 并决定是否对这一事件 采取额外的追责行动 报道说 事故导致核潜艇前部的压载水舱损坏 美国海军此前一再表示 潜艇的核反应堆和推进系统没有受损 这与此前央视军事披露所分析的损伤不为一致 以深度解读摇杆图像 舰长的摇杆之库利用最新开源卫星影像 对康涅迪克号碰撞事故前后挺身特征对比分析得出 该潜艇前端因撞击受损严重 导致流罩破损待维修 从美军核潜艇事故检查过程和可见的损伤部位分析 潜艇的碰撞部位是停手 水线以下的停底和尾部推进器 军事专家尹卓分析认为 美军此次公布核潜艇事故调查结果 称撞上未知海底山脉 只是可能性的一种 事故调查结果还要经过美太平洋舰队和第七舰队司令的核查 来确定是不是如此 核潜艇撞上山脉 说明它当时正在南海进行侦查活动 因为核潜艇在侦查活动或者对其他舰艇进行跟踪时 由于害怕暴露自己的行动 一般只用被动声纳测量 而且抵禁侦查是一种战略威慑行动 说明美国军事战略的重点转向大国竞争 此次事故对核潜艇的安全航行能力有影响 另外据报道核潜艇内有十多人因撞击受伤 伤情是什么 这些人分别在核潜艇的哪个站位 有没有核动力的操纵站位 这些问题尚不清楚 这次碰撞事故在停手的撞击比较猛烈 内部的管路是否有泄漏 折断 还需要更多信息 因此此次事故造成核泄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中国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表示 从第七舰队的官方声明看 依旧是遮遮掩掩 对于国际社会最关注的三个重要问题都没有回应 美国军方在国际社会强烈呼吁和要求下 事发一个月之后才像挤牙膏似的发表这个 寥寥几句语焉不详的声音来搪塞 真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游抱琵琶 半遮面 缺乏诚意 不透明 不专业 确实令人失望 张军社指出 这三个重要问题包括核潜艇撞击具体地点在哪 撞击时核潜艇在执行什么任务 核潜艇撞击是否造成核泄漏 给海洋环境造成污染 南海每年约有十万艘商船通过 大量渔船在这片广袤的海域上作业 南海的海洋环境 航行安全和渔业作业安全 涉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 自然有权了解事故的真相和细节 因此希望美国海军尽快回应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切 疑虑 详细说明核潜艇撞击事件的相关情况 如果发生核泄漏会造成海洋污染 对渔业生产和海洋航行造成极大威胁 长期以来美国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 频繁派遣航母 战略轰炸机 核潜艇等先进武器平台在南海炫耀武力 兴风作浪 今年仅半年左右的时间 美方对华海空抵禁侦察就有近2000次 针对中国的大规模海上军演超过20次 这些危险举动本身存在脱轨越界的危险 严重威胁国际航路安全 绝不能被看作是偷窥狂 撞了头后 狼狈逃逸 想蒙混过关是不行的 美国军方这样的处理方式 是美国长期在军事信息传播上 缺乏透明度的直观反应 进一步固化了极端不负责任的国家形象 南海是广袤的太平洋的一部分 康涅狄格号核潜艇碰撞事件 是对整个地区安全造成威胁的严重事件 美方必须进行彻底和公开的调查 拿出个说法来回应相关地区国家 和国际社会的关切和疑虑 美国核潜艇一头撞上了国际公理和正义 近一个月来 美国花了大力气隐藏潜艇事故的真相 但不管美方如何遮掩 藏不住的事实是 美国一直以来是不可靠 不可信的信息传播方 是国际核安全最大的风险源 是南海地区安全的最大货源 也是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最大的破坏者 另一位军事专家宋忠平也认为 一般来说和海底山脉撞击 对潜艇的底部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存在出现核泄漏的可能性 而且恰恰在此时 美军派出WC-135W核侦察机到南海进行侦察 其中原因值得推敲 这说明核潜艇存在核泄漏的可能性 因此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要求美军公布出事地点 撞击原因 以及是否出现核泄漏 这是合理要求 此外 宋忠平指出 美军的调查声明还显示出 美军核潜艇使用的海图没有及时更新 尽管美国无暇号等侦察船经常到南海做地图勘测工作 但由于南海海底状况比较复杂 加上地震 火山等海洋的造山运动等原因 导致美军没有取得精准的数次海洋地图 美国海图没有得以及时更新 这可能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 此外 这也能看得出 康涅迪格号核潜艇在南海下潜深度是比较深的 海狼级核动力潜艇是冷战时期 研发出来的核潜艇 下潜深度是其重要的技术指标 下潜深度可以达到600米以下 这也导致其撞山的可能更大 美核潜艇接下来怎么修 美军在南海可能有什么动作 针对下一部康涅迪格号的维修动向 以及之后美军在南海的活动部署 遥感智库进行了分析 卫星图像显示10月20日 美完成康涅迪格号的检查后 检修人员和车辆设备基本撤离现场 关岛阿卜拉海军基地无法保证 该型大吨位潜艇得到全面、彻底、有效的维修 因此在关岛完成初步整修后 核潜艇将向美本土机动 以完成全面修复 机动过程中确保其航度安全也很重要 但另一方面该潜艇维修是较为漫长的过程 也不排除美方调用更大的富川屋抵达关岛进行维修 据形势发展研判 此次美核潜艇受到撞击损伤之后 下一步没可能向南海加强潜艇力量部署 以确保其对南海、对亚太地区的所谓战略威慑 以确保其对南海、对亚太地区的所谓战略威慑 以弥补缺少潜艇带来的行动能力减弱 同时没可能将进一步加强海洋测量船等 为南海的活动 调查南海海洋环境 摸清海平面以下的地形、洋流等情况 对于康涅迪克号核潜艇在南海的碰撞事故 我外交部、国防部都曾发生 希望美方澄清相关情况 11月2日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 美国海军发布调查报告显示 上个月一艘美国海军核潜艇在南海潜航时 撞到一座海底山导致受损 不是与另一艘船舰相撞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汪文斌表示 我们已经就该事故多次表明严重关切 要求美方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做出详尽说明 给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汪文斌指出 我们看到的是事故发生一周后 美方才发表了一份语言不详的声明 说该核潜艇撞上了不明物体 事故发生近一个月后又说撞上了不知名的海底山 美方还将事故地点刻意模糊为 所谓的印太地区国际水域 对核潜艇航行意图 事故发生具体地点 是否在别国专属经济区 甚至领海 究竟有没有造成核泄漏 以及破坏海洋环境等外界严重关切和疑虑的问题 始终没有做出明确说明 这充分暴露了美方的不透明和不负责任 汪文斌强调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详细说明事故有关情况 充分回应地区国家关切疑虑 关键是要停止派军舰军机四处 滋事巧衅 炫耀武力 停止损害别国主权安全的行径 否则此类事故恐怕不会更少 只会更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